去先請 是為補助 那原則上我們跟公司 我們跟公司的勞務關係是到11月30號 但是 因為你到11月30號 這一段時間 我們公司還是會付薪稅 但是 我們昨天跟勞動局 勞動部就是基於這樣子 因為我們9月30號 確定 會提出 那個 大量解雇先請書給我們勞動局 勞動科長在那邊 那我們都大聲協商 這一次不會退 因為資王那邊有一些 就是 要給我們的資遣費 還有薪水的一些 錢的來源 現金啊 你沒錢 你那個 那個大量解雇先請書 政府也不會核准 所以他現在有一個 蠻正面的一個方向 當然我們還在協商 不方便跟各位報告 就是說 我們也會喬 是不是有沒有機會在10月30號 這個還在喬 就這樣各位可以先拿到那個 那個 那個非之外離子資 當然那個非之外離子資 拿到了之後 你所有的潛力 因為你的戶頭還在公司 你的資遣費 你的薪水 你的特休 你的誤會也不會 公司還是會 會 照程序 撥到你的戶頭 搞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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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福利金到年底 搞不好 第一批的大概11月份 我們第二批的搞不好 還有一個小切性幾萬塊 因為你們的戶頭 你們的丈夫 都在公司 所以都會 一有錢就撥 一有錢就撥 但是這個時程 這個時程 我們公會會來緊跟 你脫一年可以嗎 當然不行 脫半年可以嗎 當然不行 脫四個也可以嗎 脫三個也可以嗎 所以就是我們公會 要努力的地方 也就是要接住 各位來主持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 我們盡量 因為明天我要跟董事長 他們開會 是說可以 在10月30號之前 10月30號 或是11月1號 因為要開 那個非正理指書 老實講 要很多時間 那個 因為很多人 唉 有的現在 今天 今天又有人去找 這個 通通沒去上班 因為現在是 有心 有心共駕 所以有的人 就不去上班 當然不去上班 我們不要點點 我們財務 他們有的也 攝影班 但是 有的通點 跑了兩次三次 今天跑來 哇 財務的沒來 人類跑去 哇 人質的沒來 後天跑去哪裡 又沒來 所以這一塊 為什麼我們 我們有稍微說 有一個默契說 盡量 在禮拜三 大家都齊了之後 但是 我們提大量 解僱師說 現在這一段時間 還有幾天而已 不要再去自己 去先請那個 威志願離主先請書 不要再去請了 幾天而已 那整個 整批來 整批 團體來做比較 比較 要 人質在做位比較方便 你看現在 2112個 然後就有 40個 欸 有的是 今天 有的是24號 有的是20號 有的是18號 有的是12號 這一些人 人質要 把它抽出來 當時去做位 啊 就多了啊 就沒人了 我們的交易 同仁的交易 我想我也是其中一個 我們都是共 共同的痛苦 所以喔 可以的話 盡量來問工會 如果人質不答問 你就來問工會 工會我們的辦公室 永遠開到那邊等各位去 好不好 齁 可以嗎 這樣答問可以嗎 可以請給我一個補償 就是 柯長 張柯長這邊如果說 我們有問題 那我們工會還是 一直有在運作 那老實講 我們工會這一段時間 從7點12月13號到今天 也承受了很大 同仁很大的鼓勵 跟很大的壓力 當然 也 也有一句抱怨 說你們工會也沒有做什麼事情 那老實講 各位真的不知道我們的用心 其實應該給我們工會的幹部都鼓勵 除了我之外 我只會動作這一組 當然 沒有出一點想法 我們其實這段時間 錢還沒有拿到之前 我們都不會去放鬆 所以剛才那個工會理事長也提到 我們連要怎麼抗資 都有砂糖歸業 那剛才大家給我很大的信心 就是說 如果真的要抗資 真的要賺出來 因為大同已經一百年了 我真的怕 跳了都說百年後 我真的怕大同真的百年後 不知道怎麼辦 我沒有在詛咒他的意思 因為我們這個 系統那麼廣長 但是 就是 我們接觸的那些董事 都七十幾個歸 七百十個歸 不知道怎麼辦 我那一天 董事 我稍微稀釋一下 我們那一天跟那個 林郭 林郭都知道有旁邊嗎 我們 勞動局 勞動師 勞動部 還有律師 還有相關人員 我就跟林郭講 看六十歲了 你七十幾歲 我都叫你老大季 你現在 你應該是扣在那裡有一點錢 當然他要藏幾點 因為他叫我 他叫我抱怨 不是抱怨 訴苦 欸 理事長啊 我現在財產被監管 我一個也才一萬九千多塊的薪水 我咧 我看沒看到的幾百億都有 我不好意思跟他講 你看 他董事長也會訴苦 那我們的苦 叫邊水訴 我們一起 一起集合起來 齊暖 所以 所以我們到最後 我們真的 我們的利益要自己爭取 就剛才我們前醫師講的 利益要自己來爭取 那大孔 起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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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當然有鬥牛勞動 那 要查幾個 各方面去查他的經濟 查他的經濟 那當然他可能有一些 就是流動資產大概要六十億了 六十億 當然 因為基於公司法更獨立 因為 大同為什麼他八十四要要跳船 為什麼 因為他 大龍五六千公司 投資中華一百五六千公司 是40% 基於那個同事獨立的公司 他現在拿錢出來 他會被罰 被告 現在站在外面 我剛才提到了 那就是 大家 什麼 什麼三眼啊 那個老闆 那個 每天 都是盯著你 賣一塊土地 我看是 其實出一門 出一碗麵都會跟你吵 因為他那個被 市場被限制的話 可能就是有 當然有最低 那個消費金額 董事長個人 那 我上次有跟 光公富美 光公家富美 建議啦 如果不拿錢出來 我們林董事長 在那個 土城那邊 是不是在那邊 多一個那個VIP VIP 就是 多一個 林郭董事長 給進去團圓一下 我有跟政府這樣建議 所以這一塊 代表說我們真的很用心 在 在跟老闆這邊在要錢 軟的硬的 我都來 那最後也是要跟各位來講 這一次勞動局 真的給我們很大的幫助 你看那個 這個政事長 勞動局長 跟他晚上九點多 談判到一點多 那過程裡面 我也不要跟他 跟各位講他講什麼內容 我們沒有在現場 那過程裡面 也有打給 勞動部長 行政業 什麼的 所以這一塊 這一次真的是全國風通的 大家要趕快 全國都會同情我們 所以剛才律師也談到 我們的勞動債錢 我們的勞動債錢 是受到法上 尤其 我們預估在 10月2號 或是10月4號 這兩天挑一天 早上10點 跟勞動部勞動局 還有工部門 來做勞治狀態的協商 因為大任警戶如果談過 就是有工部門做證的話 是等同勞計劃 割累債錢 我們大家的債錢 會更有 更有保障 也就是說 我談的比較粗淺的 因為我們對法律也不是很認識 今天公司欠 欠那個銀行 200億好了 欠我們之前 之前的薪水來13億 好 所有的中環英文的 資產賣掉只有14億 不好意思 13億先給我們 1億你們去分 但是 就是要時間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說 以前都是11號就2號錢 可能搞不好 搞不好 會到明年一月份 或是哪一天 或是12 我們一估12月30號 會不會拿到 搞不好一下子就3個月進去 之前會 薪水有4個月還是3個月 之前會不一樣 搞不好一下子進去 但是這段時間大家都很焦慮 因為小孩子要用錢 他的房子要貸款 所以這一塊 我們一起來 大家趕緊好過 大家 動體時間 好不好 那資方這一塊 我們會盯緊他 今天 這個是 勞動體主辦 我們誰辦 謝謝勞動體的張科長 還有支援官員 謝謝 那因為剛才 剛才 其實今天是機長 機長本來會過來 那機長我每天都有跟他電話 很熱線 我每天 幾乎每天 那當然市長我也會 我打電話 市長也都會打電 而且一回都不是應目一下 市長真的 那個 我們的情況他很深入了解 一講就是一二十分鐘 要怎麼弄怎麼弄 他都會跟你們知道 而且他都會跟勞動集 他都不在那邊 所以這一次由中央部位出來 可能鄭市長也出了很大的力量 為什麼我們到現在還沒有抗爭 其實在座很多同等都建議了 你們公園為什麼還不出來抗爭呢 大家稍微顧照 請各位出來的時候 拜託 正在有幫忙 謝謝各位 我們